烏龍帽 放手前到海誠走教練 Head Coach Head Coach 今年來了一個新的教練 包含了現在庫薩斯的禮隊 那 布瑞克曼在後面控制球 連續三屆都帶在了海森隊 教練的烏龍帽三分外線 烏龍帽在防守他的協防過來 這個球有點危險 倒在地上 星辰的Jumbo 哇 海森隊這邊也是非常聰明 因為當他在持球的時候 其實他的眼睛是看著前面 所以他並沒有看到後面的寫法 在新的聯盟當中 其實小洋將的人數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到底會不會跟工程師簽約 看起來也在未定之天 這是烏龍帽的進攻犯規 完全站在他的前面 好,Lopo烏龍帽 Mismatch轉身再拿分 這個 是連續三年海神的主控 但是去年因為受傷的關係了 好,又是一個助攻 交給了浮龍帽的 好,看看布瑞克曼 好,浮龍帽這邊又是一個大空檔 李漢森犯規 但是球盡不算 浮龍帽的M1喊得很大聲的 全場都聽到了 得分的一個技巧 而且他自己一個時間差 算是真的抓得很好 流暢 目前要21比13 暫時領先攻城師 在攻擊上面比較消極了 這時候每次球隊要想辦法去避免 是 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的表現啊 我也有聽過說 對自己的表現 是 這我也聽過 所以其實 他的特色會留在球場上 這絕對很重要 你要有第一個特色 譬如說你是射手 是 但是你不能只當一個 某一個角色 你需要越來... 一個一個心態 他在球場上 你該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你該怎麼樣跟你對抗 他就怎麼樣跟你對抗 擋拆之後,葫蘿帽 再給底線 胡蕭基 又一個三分啊 對,這樣一個協防 哇,你看 已經是協防到了頂點去 所以在... 浮龍帽 余煥亞左邊上籃 沒有,但是後面 突進 王茂 他的臉好像還... 挨了一下 嗯 所以威山還在後場 郭偉良哲已經要上籃了 好,頂線的機會出來了 比賽在這個階段 老大哥胡蕭茂還回到場上 江廣謙犯規 對 今天先發的國豪跟李漢生 現在都坐在板凳上 李煥亞 過人 腳球 打手 健康起來回到賽場上 這分基本上是一節要得的分數啦 所以在下半場的整體的進攻 當機我想這也是...